随着疫情趋缓 9月17到9月18号 文化总会在东京上野N4公园 举办了疫情后最大的一场 台日交流活动 台湾Plus 有超过70组的台湾品牌 到东京涉滩 吸引了日本的哈台族朝圣 单日入场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 台日文化交流在以后会有新的发展吗 请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百货商店 餐厅林立 琳琅满目齐全的商品展售 还有全世界最密集最复杂的铁道运输系统 这里是东京是亚洲第一大城市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更是全球公认零售市场竞争 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日本市场是国际公司 在海外的主要战场 而台湾在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加速产业转型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 今年刚好整整20年 各大国际活动交流中 常常看到行销台湾品牌 台湾Plus 2022台湾集日 今天已经正式开幕 大家可以感受到 另一场原本的台湾味 疫情后最大的一场台日交流活动 第三届台湾Plus 由文化总会举办 因为疫情睽回三年 有超过70组台湾品牌 在东京上以恩赐公园 以市籍方式设餐交流 除了小吃美食 更多的还是创意商品 因为感觉是有一点 跟我们日本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某种点是反映台湾 台湾人或者台湾社会的 那种自由的一个态度 可能我们日本比较喜欢受规则 所以可能我们日本东西 是都一种标准化 不过台湾的文券是 感觉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 做的人是想要做什么就做 所以现在在日本 大家都还可以开始盛求台湾的文券 2022年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迈入20年 根据统计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营业格 2020年约有9264亿元 比2019年成长1.54% 其中产品设计产业 以外销为主力 而且多数是资本格 未满500万 员工数10人以下的回行企业 大型国际交流活动成为这些回行企业 连结海外市场第一道门 开启跨界合作的机会 现在我手上这双布鞋 可以说是台日混血儿 它是来自日本的布料 跟台湾的设计师合作 在日本一年的销售量 有大约2000双 这个品牌起源于台湾 但在日本大阪京都等地 进口布料到台中 由制鞋厂的手工师傅 一针一线制作 在台日两地贩售 在日本一年大约可售出6000双 以小众品牌来说 已经有不错成绩 透过台日合作方式 进军日本市场 这个品牌的特色是 有华萨的鞋子也有 还有日本人喜欢的这些 那种赤萨的鞋子也有 就是其实这样的鞋子 在日本非常特别的 因为日本的鞋子的 业界里面找不到 这样很花的华萨的鞋子 台湾这个牌子还是非常好 现在在日本就是 找台湾的名号 就本身就是一个名堂 根据2021年的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年报显示 2020年文化创意产业 外销收入 在疫情下人力是成长 比2019年成长百分之九点八三 长期关注台日关系的学者 野岛刚 认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 在日本开始崛起 台流助攻是因素之一 因为日本近年掀起 所谓的台湾潮流 甚至被称回扣三一现象 那时候我们日本真的很感动 然后就开始发现 台湾怎么会那么喜欢我们日本 以前喜欢台湾的日本人 基本上是年纪比较大的 不过三一的捐管 引起这个日本年轻人的一个新关注 所以是有些开心是点火了 他们有的喜欢是文具 有的喜欢是台湾的电影 三一以后 日本社会对台湾好感度大增 进而想了解台湾 最后爱上台湾文化 其中以20岁到40岁 这群具有经济能力的年轻族群居多 又被称回哈台族 根据交通部官方局统计 日本人来台诊次 在2019年9月份 已经突破200万诊次 创历史新高 但随着疫情爆发 国门封锁 许多哈台族无法来台 像是从事百货销售业的伊藤朝乡 截至疫情前的2019年 已经到台湾40多次 平均一年来台4次 采访这天我们图形式的询问 他身上是否有任何MIT制品 果然他戴的耳环 是充满台会的蓝白托造型 包包里拿出的是 来自台北大稻城的魂创品牌 台湾的这种文化 国情文化的差异 造就创意产品的不同特色 台湾魂创品牌在日本 不论是三一后的这十年 所形成的后三一现象 还是台湾魂化创意产业 在月亮20年后 展现爆发力 台湾魂创在日本 在国际间都已经逐渐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宗监 放到周到处